陆客团又出意外 24人在加拿大车祸受伤4人伤势重 最新消息指出 24名中国大陆游客在加拿大突发交通事故受伤 其中有4人伤势较重大陆驻加拿大使馆表示已起动应及机制 新华社援引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 一辆载有37名大陆游客的巴士 当的时间4日下午在安大略省浦来思考特地区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造成24人受伤 其中4人伤势严重 大陆驻加拿大大使馆对此事高度重视 已起动应及机制 正在与加拿大有关部门联系核实情况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 大巴车上除司机外 均为大陆公民 是从大陆来的一个旅行团 其中共有35名游客 一名导游和一名领队 一名导游客 1 二名县 二名年轻型